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接近现实的顶级灾难片 它简单粗暴到没有任何原因 也没有任何答案 有的只是一个个残忍自杀争先赴死的人们 只是一阵微风拂过 上一秒还烦闹无比的中央公园 下一秒就好似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 所有人都诡异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街边的女孩察觉到了不对劲 可她刚想提醒一旁的同伴 却发现对方也同样一脸呆滞 接着进取下发簪毫不犹豫地扎进了自己脖子 再然后其余人也开始成片成片地死去 与此同时 在离公园不远处的建筑工地上 包工头原以为工人的坠王只是一起意外事故 可当她在意抬头时 却惊恐地发现其余人也仿佛接收到某种指令一般纷纷落下 而对这一切全然不知的自然科学老师摩根 此时还在专心置之地授课 直到校长将她连同其余老师聚集在一起后 她才了解到发生在中央公园的惨剧 只不过彼时的他们都以为是某种毒气性质的恐怖袭击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学校决定暂停授课并当即疏散所有失声 回到家后 摩根也从电视上看到了这次袭击的新闻报道 政府推测这是一种能够阻断大脑神经传递的新型病毒 但对病毒的原理以及恐怖分子的身份却一无所知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摩根当即决定答应好友眼镜哥的邀请 一同前往他的乡下老家避难 眼镜哥的妻子由于堵车没能及时赶到 可眼看火车即将开动 他们也只好决定让他坐下一班车 然而就在列车启动的同一时间 另一处公园内也刮起了同样的腰风 只是一瞬间 所有行人纷纷停下了脚步 再然后 马路上的警察就对着自己扣下了扳机 接着 出租车司机很快也步入了后尘 最后 路旁的女人也同样捡起了枪 列车上 本就人心惶惶的众人收到消息后也愈发的坐立难安了 可也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列车突然就停了下来 所有人一脸茫然的走下了车 摩根这时也从列车员口中得知 火车的运输被莫名中断了 他们被困在了这个不知名的小镇上 在餐厅用餐时 摩根通过邻座的手机终于见到了病毒的可怕 一名饲养员竟把自己当成食物喂给了狮子 这无比血腥的一幕也让众人的内心愈发恐慌了起来 但很快 他们又得知了一个更加绝望的消息 官方在紧急声明中否定了之前关于恐怖袭击的推测 并且他们所在的这个小镇刚好是这起灾难的中心地带 没给他们消化的时间 餐厅这时又毫无征兆地断电了 众人再也绷不住了 飞快地跑出餐厅后纷纷去车逃窜 而没有车的摩根几人只好四处找人求助 但在这自顾不暇的末日下根本就没人理会 好在最后时刻 一对好心的夫妇来到两人跟前表示愿意带他们一程 摩根健壮赶紧呼叫好友眼镜哥 然而眼镜哥却一脸凝重地表示他的妻子失联了 他准备跟随另一辆车前去寻找 他没有办法抛弃心爱的妻子 但他也不想女儿跟着自己冒险 所以他只能含泪将女儿托付给摩根两人 而他这一去注定是九死无生的 因为车子还没驶出多远 车内的众人就赫然发现一路上全都是上吊自杀的人 这一幕让他们无比打寒 赶紧将通风口和车窗缝隙全部堵住 可哪怕如此 眼镜哥还是察觉到了一丝凉意起来 他抬头一看 这才发现车顶不知何时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而这个缺口很快就成了众人的催命符 车子先是缓缓地停了下来 再然后 唯一侥幸存活的眼镜哥也没打算放过自己 他踉跄着坐在了地上 捡起玻璃轻轻地划开了手腕 另一边 正在赶路的摩根几人同样也遇到了状况 他们发现前方的道路上躺着无数尸体 察觉到危险临近 他们赶紧掉头 可刚行驶到一个岔路口 他们又遇到了一辆军车 正当几人以为终于安全了的时候 却不曾想一名士兵飞快地从车上跑了下来 他一脸惊慌地告诉众人 他所在军事基地的战友全部自杀了 所以那条路也不再安全了 话音刚落 另外两条路上也接连有车驶来 在一通问询过后 众人得知了一个绝望的消息 每个方向上都有大量的尸体 这也意味着他们被困在了原地 摩根这时还想打电话询问眼镜哥的情况 可电话始终都无人接听 也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 人群中一个母亲刚好在给普林斯顿的家人打电话 而那里正是眼镜哥前去寻找妻子的地方 见状 摩根试图询问那里的受灾情况 谁料他话还没说完 电话另一头的人突然就开始胡言乱语了起来 接着便传来了一阵撞碎玻璃的巨响 毫无疑问 那座城市已经彻底沦陷了 摩根也意识到眼镜哥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而他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给眼前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儿一个紧紧的拥抱 在安抚好女孩后 摩根又立马开始跟士兵商量起了安全路线 由于未知病毒是从人员密集的城市蔓延开来的 所以两人推测或许越偏僻的地方会越安全 于是在士兵的组织下 他们决定前往不远处的一个偏远小镇 那里不但没有公路 而且几乎也没有任何人居住 很快 他们就分成了两队人马朝着小镇进发 但就在这时 诡异的妖风却再次出现了 走在前面的人群瞬间被定在了原地 而下一秒 精神错乱的士兵更是掏出了枪 连绵不绝的枪想让身后的摩根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只能尝试利用他自然科学老师的专业 强迫自己找出病毒传播的规律 他推测病毒很大可能是来自于植物 因为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毫无征兆 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阵微风吹过 并且几次的发生地点刚好是人群密集的公园 那么假设病毒是靠风传播的 一旦人群密集 植物就会散发出某种对人类致命的病毒 而他们由于人少 暂未达到病毒释放的条件 所以想要活下来的话 就必须得跑在风的前头 眼看身后毫无征兆地刮起了狂风 不已有他的众人立马决定分头逃窜 而当这阵狂风掠过后 众人也惊喜地发现自己竟安然无恙 这更加印证了摩根的猜想 看来病毒果然是植物释放出来的 并且也真的是跟人数有关 不久后 几人找到了一间空旷的房屋 在一番休整过后 他们便准备继续朝着小镇进发 然而几人前脚刚走 另一群人后脚也来到了这里 并且由于他们人数过多 当来到门前就酿成了一场悲剧 摩根眼看着其中一个男人打开了出草机 接着就静止地躺在了草坪上 等待着死亡的将领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筋疲力尽的几人再次停下了脚步 他们必须得找个地方休息补充能量 在见到一处房屋后 摩根本想寻求帮助 可敲了半天门始终无人回应 就当他以为里面没人时 同行的小黑却透过窗户 发现里面有人影赏过 见状 摩根赶紧出声 想要为女孩讨些食物 但里面的人却也害怕 他们会把病毒带进来 为由呵斥他们赶紧离开 并且不管摩根如何解释 都无动于衷 见到这一幕 同行的两个男孩十分愤怒 骂骂咧咧的 他们刚准备破门而入 谁料这是一管猎枪 突然就从门口伸了出来 没给几人反应的时间 就这样 两名男孩死在了摩根眼前 末日下的人性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被吓坏的摩根三人 也只能继续逃命 当时间来到傍晚时 几人又找到了一所 连电线都没有的老房子 为了稳妥起见 摩根决定先独自一人前去查看 来到跟前后 他才发现这里住着的是 一个独居老妇人 老妇人也看出了三人的窘迫 不但收留他们过夜 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但或许是长期的与世隔绝 摩根很快就发现 老人的精神似乎有些问题 到了第二天 摩根刚一醒来 就发现身旁的妻子和女孩不见了踪影 他赶忙下楼寻找 见到老妇人的房门虚掩着 他试探着走了进去 赫然发现床上 静躺着一个无比诡异的人形玩偶 也就在这时 老妇人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一脸愤怒地怒骂他说他是小偷 接着还让他立马滚出去 摩根试图解释 但他刚追到门外 就见到微风中的老妇人 直接定在了原地 接着更是缓缓地开始后退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摩根立马跑进了屋内 他焦急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 可回应他的只有老妇人持续地撞墙声 似乎这种方式还并不过瘾 他又一脸麻木地撞碎了窗 一瞬间 屋内狂风涌动 摩根只能逃进厨房 在他刚将门缝堵死时 又突然听到了妻子和女孩的声音 他寻着声援处探取 这才发现两人竟跑到了后院的仓库 那里有一根连接到厨房的管道 而声音正是通过这根管道传过来的 他赶紧让妻子关闭门窗 并告诉了他老妇人的事情 老妇人独自一人都能被病毒感染 这意味着植物正在进化 他们对人类的气息也越来越敏感了 想到这里 摩根彻底的绝望了 他知道这样下去 他们终究还是难逃一死 可他不愿意就这样孤独地死去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唯一想要的就是陪在妻子的身边 所以 他主动打开了房门 一步步地朝着仓库走去 而妻子的做法也和他一样 在狂风肆虐之下 两人手拉着手等待着生命的倒计时 但命运此时却给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等了许久的两人依旧安然无恙 原来就在他们出来之前 这起灾难就已经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然而这真的是故事的结尾了 时间一晃来到了三个月后 一切都恢复到了原本的模样 失去父母的女孩也被摩根两人收养 电视里 迟来的专家开始分析起了这起灾难的根源 他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性行为的一次警告 并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他呼吁人们赶快进行赌救 可他并不知道一切都晚了 在重新恢复生气的公园内 当熟悉的微风再次划过时 整个世界就再一次被按下了暂停键 而这一次 或许永远都不会再有重启的机会了